大家好 跟你们录了好多视频 就是还没有出面过 没有露过面 然后今天给大家露个面 认识一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因为我很多评论 就是很多评论 人家都在说 在问马桶上水的时候特别慢 是什么原因 怎么回事 怎么处理 就是说刚买马桶的时候 特别快 上水OK没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长 用了越来越久的时候 这个马桶的上水就很慢了 有时候得等个好几分钟 五分钟十分钟 有的甚至都不上水 那么那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 马桶上水 它是因为有这个配件在里面 负责上水的 上水什么原因呢 就是它是通过一条水管 转管接上来 接上来之后呢 从这里上来 然后从这里出来 它这里还有一个口 这里有个口 从这里出来上到这里 循环下来的 然后从这里出来 有时候有一些补水口 也可以出水 它上水的时候 很多不上水 就是因为久了之后呢 里面 这里面有个过滤网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个过滤网 这过滤网可以取出来 我们首先是得把这个进水器给它拆出来 拿出来外面比较好 当然你如果是马桶有空间的话 那你知道东西在哪 位置在哪 可以用前者 在这下面 夹出来 看到没有 这是就是一个滤网 这个滤网呢 就可以挂列水质的 大家去看一下 基本每个马桶进水器都有 但不是所有都会都有 这个 有一些老款的就没有 像这种的话 像维迪亚的水箱配件 它都有 都有的 这个很多原因是这里堵塞了 特别是你自来水 经常停自来水的时候 刚来水 都是缓水 都是脏东西 会容易堵到 像这种进水器 这侧面进水器 它也有的 在这里 这是一个滤网 保护进水器的 另外一个 这款呢 就像很多便宜的几块钱 在网上面有个几块钱 都能买得到的 十几块啊 什么都 就太便宜了 为这种尽量别买 它这个没有的 没有过滤网 你们去看 里面这个不是过滤网的 这不是啊 还有这个 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不能到还倒流 就是水箱 马桶水箱的水 很容易就是从这个进水器 反而倒流到这个自来水管 很之中 从而你的水龙头打开之后 它会 它会 留一些脏水出来 知道吧 所以这种就尽量少买 要买就买好一点的啊 一包烟的钱 你们都买个好的不不行吗 是吧 另外今天还有一款 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 就是这个也是进水器啊 但是它这款呢 它里面没过滤网 你怎么夹都没夹 夹不出来 但是呢 这种有个好处就是 它是在这里过滤网 设计在这顶部的 有这个有好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 马桶 这个安装在马桶里面之后呢 水箱里面之后呢 那个不用拆出来 就是整个进水器 不用拆出来 就可以清洗这个过滤网 给大家演示一下 拿出来旋转 旋转 拉高 这是一个滤网 装的回去清洗完之后 OK装回去 像这种款式呢 有一些空间太低 太小的话 就可能得 这拔不出来或者是得把这个拧下来 拆出来 拆到外面来 这种就不用 这种就是直接提起来 提起来就拔出来了 很快 很简单 一定要定期清洗 定期清洗 清洗完之后 这个里面的法体就比较容易 就是上水快一点 而且也很少出现问题 知道吧 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 希望大家给我点点关注 然后把这些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为大家省钱